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这样骗你 有很多理由 甚至有太太在美国 觉得她太太不处 不要紧 她不会知道这样说 她不知 但是 你自己知道 神都知道 你应该做几个图 其实我传福音很难 因为人家都说 这些图 他们不做 他做这些 人家不做 你以为你让他们做呢 我说对不起 我不做这些东西 我是敬畏神的 就是 神很帮助我 我会进去那些地方 我甚至进去那些酒吧 那些记忆总是传福音的 我来过香港都是这样的 我做尖沙咀的 当时我还没结婚 当时刚刚是月前的时候 很多那些春节 我会进去里面 打开圣经 传福音的 因为那些记忆会懂英文的 然后我去的时候 他们关门 一看一看一条街 每个都关门了 牧师来着 别让他们进来 我去都不怕 因为全是福音的 因为我真的很爱他们的灵魂 一年之内 没跌倒 很多时候 人家会激怒你 或者等你受伤 或者打破你的手 我会说粗效 但是不会的 甚至叫我吸毒 有很多毒品 叫我吃饮喝酒 不会的 我不是说我给谁好的 但因为你真的有神的同罪 一年之后 我可以说那些人非常恨我 有甚至想要一层住 没有人肯定我住 因为我识一祈祷 讲坊间 这样的 很辛苦 在那些地方要建自己的屋 用那些沙堆建 用那些沙 株子 砌建一家屋 很辛苦 我如果住了一两个星期 都要搬屋 他说很辛苦 没有人帮我的 有时我都很孤单 有时我真的会哭 因为当时我找到两三个基督徒 反而那些鱼蓝人我也是基督徒 所以我很喜欢进到那些农村 很喜欢进到那些城市 跟那些鱼蓝人聊天 我没有识鱼蓝话 但是我找到那些基督徒 但是一年之后他们找到我 他们叫我做牧师preacher 传道人 他们很多人找到我 最后那一天 他们说你知不知 我们一年都是笑你 还有我们是好像不尊重你 我们也是想让你犯罪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行政 我们有很多的阴谋让你犯罪 其实我看见你没有跌倒 没有犯罪 没有那么粗口 没有吃烟 没有喝酒 又没有找妓女 又没有吸毒 没有那样 没有赌博的 你知道吗 你给我们很大的希望 因为我们看见他真的基督徒 我们看见很多人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全部都做错事的 你给我们有希望 这是很大的鼓励 其实世上很多人在这样看着你 真的一样你的朋友在看着你 可能他们有时候 因为他们接受你 其实接受你 他们尊重你 但是他不能说 等他去新耶稣才说 你对他有希望 但为什么我可以一年之内 是这么坚固 是我要主的 是因为 不是 珠珠祖 我好罪你神3-4点钟 因为我在宫队里面 我可以上班 我会讨告诈美神 有时行军 我会和人们分开一点点 他都不喜欢做一阶红环 我会用方言诈美见义神 亲爱神的同罪 有一次我想去中国传道 当时好像是在末日 我感受中国去中国传道 所以我说中文 我想信神会保佑 所以我去做军营 走了一整半天 走了很远 即是向北方我一个的指楼 我知道我在越南北方是中国的 周围肯定有共军 因为看见在末日 你是在动的 那些不是什么动物 不是老虎 一定是人 一定是共军看我 但是很奇怪 神也不让他们袭击我 是否我听神的声音很清楚 我说我以此一 要回到北方 因为中国的门未开 将来会开 我将来会打发你去中国 当时呢 是1968年 即是1969年 还在香港 接着1978年 中国门开 如果当时我继续去 我都可能会在 在港部仔 其中一个呼路不停 对不对 等神对我说话 他回回头 但是感谢主 我有这些经历 是因为我学这个秘诀的 所以最后呢 这个经文 我一起读这个经文诗篇 第九十一篇 住在自高者 隐密住的 必住在传论者的音下 我要轮到耶会话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以求的 他必教你脱离 布料人的网络 或读他的军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 遮拜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慈患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枕牌 我必不怕黑夜的惊慨 或是白日飞的战 又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别人的力度 虽有千人扑在你旁边 马羊扑在你旁边 这罪却不得能够你 你使亲眼半闲 见我人遭暴 亦会说 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我最至高等你的惊慨 患难 必不灵到你 看来又不挨近你的帐篷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是神被你的一个的应害 我想做一次 最后那个经文 一个的应害 在这个一节 第一节 住最至高 最隐密 就是处的必住在传人者的音 这是什么地方 支援这个地方 什么都能够养 是吧 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的山 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所依靠的神 他教我们脱离 是保留人的网络 和毒去人的瘟疫 他用自己的羽毛 是遮蔽我们的 然后呢 所以 无论是这个黑夜的百日的战 或者黑夜行的瘟疫 你都不用怕 都不用怕 站在主 这是什么地方 就是神的同罪 所以我们学到这个东西 开始一个自己 祷告的祭坛 敬拜的祭坛 所以我们可以说 感谢 祷告 其他的 这些不同的事 我们可以说 每一样不同的 但是呢 我们都是需要 在学到 如何到神的面前 到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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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敬拜祭 祭坛 祭坛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教导 在行军的时候呢 一位的同事 你学到他听过这些见证 他被人开枪 谷倒在地下 以为他会死的 其实 他觉得很大的充力 以为子弹入了他的 他的身空里 跟着他 他没有死 有保留血 原来呢 他就是戴上那件衣服 他放一半的 新玉神经 在前面的袋 那么呢 他被子弹 是集中他的心 但是呢 没有入到他的心里 他入到新玉神经 这个新玉神经 这个新玉神经 是扶诗篇 那么呢 那个子弹 穿过新玉神经 二十七卷书 跟着呢 穿到诗篇的 一大部分 跟着那头呢 他打开的上头呢 指着诗篇 第九十一篇 第九十一篇 第九十一篇的 刚刚的灯桥啊 九十一篇 是这个经文的 那 后来可能听到这个见证 大家可能想 摆成经蟹的衣服 这个很迷神 有神经神去保身 我相信 这个是很牢严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 神的恩典 给我们知道呢 如果你是神的同罪当中 他一定会保身你 这个是我自己一生 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赞美敬拜 不单是聚会是很适合 是令我们的聚会的气氛好 甚至聚会会更成功 甚至更多人会信耶稣啊 或者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 会更加丰富 也就是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 当你做错事跌倒的时候 当你是好自比得 当你是有做错事 不认主的时候 当你前世带落的时候 只要你学到 天上赞美为责 赞美为责 你不想做都要做 勉强去做 好像约纳那样的 你已经觉得很绝望 已经快到了地狱 到了他的身处 你开始赞美神 你会发现好像约纳 好像彼得 好像我是约纳 很多人会有奇迹会出现的 你记得 有时你会很孤单 有时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这时候有人帮你 他帮不了啊 有些战争自己要打的嘛 真是的 你打的话给朋友 给亲戚 给牧师 更加不会帮你 有些战争 有些战争 打盡你自己要打的嘛 只要你和神 这个是成熟的会员的 当时呢 好像大陆坐牢那些的人 或者很多世界最苦难当中的大兄姊妹 你想像是那些 牧师民 是那些会教国家的 那些基督徒 都没有这么苦难 或者听到新闻 有人被斩袍啊 有教堂被焚烧啊 这些是我们的大兄姊妹 巴基斯坦啊 斯拉拉伯 亦都有这些人的事 但是他们都学到一样东西 倚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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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与同罪 只要你耿记这些东西呢 我离开这个的 颠三年的事 这个基督徒生活里面 会帮助你一生一世 那至于我开始在越南之前 我听过这个教导 我听过牧师说 与献上赞领埋责 所以为什么呢 我越南虽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但是我在回香港的 回到美国的时候 我说呢 越南对我来说是天堂 你知道吗 很多的同事 到现在都会发恶梦 有时候我寄信给他们 到现在我会发恶梦 他们已经三十几年才发恶梦 我一次都没有发恶梦 真的因为好像是天堂 因为神的同罪 所以这样的战场 有恐怖的地方 可以经历到平安 喜乐 有神带领你 何况你在香港的日常的生活 一起起身 我想我们 在湘南弹雨的地方里面 都想起我们总共 我相信这一个是 是神的心 不单是摆梦牧师的心里面 是神的心去回顾我们 出来到 你们知道吗 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 中国人的时代 是上帝要用我们回应祂的时代 而这个恩膏要传递下去 但是有很多人他還經歷了很多苦難空虛裏面 特別在國內還有很多人面對很多的憤境裏面 現在我們是接棒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時刻 我很想 弟弟姐妹 如果你願意回應上帝的時候 你都願意去接這個棒嗎 你來到前面 我很想巴牧師 巴牧師母 我要為你們祈禱 將這個恩公傳達在你的裡面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時候 神會派你去做什麼 或者去哪一個地方 但是現在是一個回應 是我們回應神的時候 如你說主啊 我都願意 去承接這個教會裡面的一個儀仗 我很想領受這個恩公 就是將這個敬拜帶到在 神要我們去的地方 或者你的公司 或者你周圍的地方 你來到前面 巴牧師母 在哪裡 每天都要走 對 地有名義 這個村子 很山巴牧師父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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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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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